剛才看到一位網友的留言問有沒有最新一集的IB槓桿投資應該是第四集 其實我前幾天打算錄這段影片,不過這幾天很忙,今天佛誕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二隻我覺得都值得可以考慮用有限的槓桿去做,其實都是我們之前介紹過其中一隻在新加坡上市美金的一個亞洲高息的債券基金 上一集我們就說了一個高評級的亞洲債券基金,都是在新加坡上市 這一隻就是O9P,如果是在IB的平台裡面輸入買賣,那個標籤就是O9P 我們就在Google打O9P的ETF,就看到iShare Burkets USD Asia High Yield Bond Index ETF 我們就進去,直接在iShare的網站 這隻東西現在是10.38P,這樣 那它那個派息的情況是怎樣呢? 我們可以看回那個distribution那裡 其實它本身是每季大概派0.15P 去年的9月它派了0.16P 那其實平均都是0.15P到0.16P 我當低一點點,0.15P 那就是一年是派6毫子美金的 那它現在的每股是10.38P 那就是大概有5.8P到5.9L左右的 那我們試一下計算 0.6P除回10.38P 是的,這樣有5.78P 那就比我們上次那個 那個Asia High Grade Bond 那個是3.8P 那就是說這個是多了2L 那這個東西是接近6L 那所以如果我們做槓桿一倍 那是有機會去到11L至12L 那我們上次看過 就是如果我們假設借100多萬港幣的時候 那那個IB的利息呢 都在一年可能是1L3,1L4 那就是說 因為我們一半是用自己的錢 一半是借錢的嘛 那所以那個一半錢的利息呢 其實大概是0.6到0.7L左右的 那就是說如果我們借了錢 整個回報呢 是去到11L至12L左右呢 其實我們減回那個0.6L或者0.7L呢 其實都有10L到11L的回報的 那如果這裡0.5L7去乘2的時候呢 是有11.4L的 那就是扣了那個槓桿的息呢 就是那個槓桿的息呢 其實呢 都還有10L的 10L以上的 那就是說如果我們本身是100萬呢 那就是借到100萬呢 那個槓桿呢 一年呢 就有10萬元左右了 那就是每個月有9000 如果你本身那是200萬的話 去槓桿 那一年就有大概20萬左右了 你減了息了 已經是 一年20萬左右了 那就是每個月呢 就大概有16000至17000的那個收入了 那當然呢 就是說這個息口高的那個風險一定會高些 因為呢 它本身呢 我們看回 今年的表現升了16.57 就是一年的表現 那過往呢 其實平均都是5厘多到6厘左右的 就是說 其實它派了息之後呢 那個價格呢 都是比較平穩一些的 那當然呢 就是說 如果我們去看回 去年 三月份的表現 那 我們看到啦 這個呢 就是去年那個 疫情 令到那個 出現了熔斷機制 就三月份是大跌的 那我們看回 它本身呢 最高位呢 就是 2月20號 那當時 我看回那個 NAB 是的 我們按旁邊那個 左手邊 我就假設你有 1萬元美金 這樣投資下去 有多少錢 我們按旁邊就是 Historical NABs 那 按回三年 那我們去看回 它最高 點呢 就 大概啦 我們按個位 這個都比較高的 那就是 10.69的 在2月 19日 20號 都是那些時間的 那一跌到多少呢 10.69 跌到去呢 如果是去到 這些 這個 最低位 7.8 那 剛才是10.63 左右 2月10 10.69 然後 跌到 只有 10.69 跌到 7.8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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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點 我用計算機 按一下 10.69 除 7.8 所以 按錯了 什麼意思 10.69 除 7.8 對了 這樣呢 足足呢 都跌了 30幾% 都很誇張 10.69 應該都 按多次先 7.8 嘩 差不多 應該是 哎 哎 按幾個 7.8 真的 那 所以呢 都是跌了 30幾% 那 所以 如果 那個 很激烈的情況之下 這個高息的 債券 其實跌幅 有機會 是比股票更厲害的 那 或者 跟股票很接近 其實 不會比股票差 因為呢 裡面呢 它主要的 那個 投資呢 它都是 那個 全續期呢 是 大概3.21年 平均那個 Coupon 派息呢 是6.47 但裡面呢 很多都是B 評級的 那個債券來的 那 我們看看 這個 對了 那裡面呢 就是 亞洲地區 那 我們看看 就是 包括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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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些C和Not Weighted 當然它有七成的都是B級或以上 只不過20%是沒有平級的 但我們都看到它不會真的 好像我們假設買了一隻很高風險的債券 到時它真的還不到錢就會被人清盤 因為這個是債券基金的指數 它是分散了很多不同的債券 所以你說這隻債券會倒閉 那個機會就低了很多因為它買了351隻債券 但也會出現一些急跌的狀況 所以高風險一定是高回報 我們去看看究竟這隻債券 最高的槓桿比率是多少 然後我們再計算 要跌多少才會爆煲 好,那我們去看 入去IB 看看這一隻東西的 最高槓桿比率 那麼我們呢 我示範一次怎麼按 我們在交易那裡 按 O 9 P 這樣就出現了I-Share Barkets USD A-Share High Yield 按進去 接著就按一下買入 它是100股 我們假設是10元 這個是美金來的 那10元買100股就是1000元 我們按一下預覽 那這個預覽呢 就1000元 美金我當作是7.8 即是7800元 那我們將7800減一減 就是維持保證金的變化 就是2411 即是7800減2411 是的 7800 7800 除了 2411 是的 那就得出呢 是3.235左右 即是說 這一隻東西那個 最高的槓桿比率呢 是3.23 其實之前高一些 不過最近收緊了 所以大家要做槓桿的時候 都預算一些 那如果是3.23 那跌多少才會爆煲呢 我們看看 我算了一點點數字 那假設的槓桿比率是3.23 那如果是100元 投資 你有100元的錢 那但是投資200元 就是你再借100元 那初次槓桿比率呢 就是2.0 那如果假設的資產跌了20% 那那個 就是20 就減40 跌了40 那100又減40 是的 200元 跌了20% 即是40元 那兩邊呢 20和100都減40 那把數字 除開它 就變成2.67 是的 那但是 本身2.67都高過呢 還沒大過3.23 所以就不需要補倉了 那但是假設跌了40% 即是跌了80元 那20-80 除於100-80 就是6.0 那6.0這個數字呢 是大過3.23 所以是補倉的 那跌多少 才會去到3.23呢 就大概是200元 裡面跌55元 那這55元呢 就大概是3.23 那55元就是跌百分之多少呢 就是呢 55除200 就變成27.5 即是說 如果我們買這隻東西 高息的債券 跌百分之27.5 就是補倉 那麼我們剛才看到了 他都試過跌百分之37.5 是的 那所以呢 就大家就要吃得咸 如抵得汗 就會有機會這樣坐下去 有機會要補倉了 那麼有兩個方法 可以控制好些風險的 就是首先 例如你100萬 你不要借夠100萬 就是可能你借50萬 60萬 那就會幫你減低了風險 是的 那另外呢 就是說 上一集我們介紹過那個 N6M 就是高級的那個 在上一次的跌幅呢 是大概13.4% 它那個槓桿比率呢 都是跟這個是類似的 都是3.23 3.24 它是跌大約28.5% 才要觸及那個孖墊位的 那所以呢 因為那個是大概接近3.8 這個就是5.8% 左右 所以如果兩個這樣去加起來 上次是3.8L 加這個5.8 除2 那都有差不多4.8L 如果槓桿一倍 都差不多有9L 那就可以呢 那就可以呢 一半呢 就是買上次那隻 N6M 一半呢 就買O9P 那大家那個風險呢 就可以有一個 offset了 那也都可以提升了 比上次那個 又提升了 那個 派息率 那但是呢 就好過你全部買 今次這隻 高息這隻 那所以呢 這個呢 都是跟大家那個分享 就是兩隻混合一起買 既可以高息一些 亦都呢 那個波幅呢 亦都可以減低一些 那這個呢 就是我那個 就是 第二隻 可以大家去值得 去做一點點槓桿的一隻 紮建基金 那其實之前它那個槓桿比率 其實都 試過幾高 五倍 六倍 那我想三倍幾 都是一個 都算是一個底線 但是大家呢 去做這個槓桿之前呢 都在這個 IB裡面 都去試一下 檢查一下 那剛剛 這個IB 這個是一個 模擬的 戶口 那大家可以開個 模擬戶口去試一試 那當然大家 如果正式開了IB的戶口 那都可以在 這個是IPAD 或者是 你上網那個 網上版 都可以呢 是 按到你的效果 總之按個交易 跟著按個預覽 就看到呢 如果買入這隻東西呢 就那個 那個 LTV Ratio 就是那個 最高桿桿比率呢 是怎樣 找到出來 就把那個 投資銀碼 除回那個 孖展那個 的變化呢 就可以得出那個數值了 好 那希望今集的資訊 都可以幫到大家了 那接下來 如果有一些 我覺得都合適做 做 若干的槓桿 去提升那個 匯報率呢 而大家又沒有到 一些風險呢 那我們都會再 跟大家介紹的 那多謝各位 那就 希望大家 subscribe share like 給留言 那還有呢 還有呢 都有一條連結 可以去 登記那個 那個 IB的戶口 都有 一個 IB的 上市公司的 股票的贈送 那大家詳情可以登入 那條連結 看看 那 IB本身就是在美國上市 那個案的表現都相當之不錯的 因為都多人用IB這個戶口 那大家可以 卡進去開戶口 留意一下 好 那多謝各位收聽 再見